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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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张吉没有及时反应过来 打开栏杆的速度就比平时慢了一些 王大姐打开车窗 你是怎么当保安的 要是栏杆挂到了我的车 你赔得起吗 张吉说 抱歉 是我没有反应及时 王大姐得理不饶人 还在骂骂咧咧 张吉说 如果真的挂了你的车 我就把门口的那辆黑车送给你 摆在门口的黑色车价值三十多万 张吉每天就开这辆车来上班 王大姐现状马上不作声了 现在的社会 一些人总以为自己很有钱 很了不起 就趾高气扬地说话 特别是迎接年纪偏大的人 在普通工作岗位 总是被人认为是穷人 如果你不想被人小看 你就必须要有钱 郭景明说 钱不是万能的 如果你用金钱做不到时 只是因为你的钱不够多 这句话真的有些拜金主义思想 但是很现实 一个人年纪越大 越能够体会到钱的重要性 人到五十慢慢就变成了老头老太太 想要活得有面子 就得有钱 在外人面前如此 在自己的亲戚朋友面前也是如此 有钱不是为了显摆 而是为了活得心安 人过五十心安是福 不需要慌慌张张过日子 不要担心自己有没有工作的问题 万一失业了也没有关系 起码后半生活得有把握 二 人过五十 没损款就没幸福 和我住一个小区的李明 几年五十五岁了 他的消费观念就是把钱存进银行 就是把钱送给别人花 他认为啊 把钱存起来就是让那些富人 从银行借钱去花 然后他们发大财了 存钱的人还是穷人一个 他的思想观念从年轻的时候 就一直是这样的 因此他从来都没有存款 上个月他的儿子 带着女朋友回家了 李明非常开心 一大家人到小区门口的酒店吃饭 吃完饭李明去结账 发现自己的银行卡 就只有两百块钱了 李明赶紧让妻子来结账 妻子说 家里的钱不都是你管吗 我怎么有钱 不得已 李明让儿子来结账 儿子说 老爸 这次我带女朋友回家 就是想请你支持一下 拿二十万给我 我要去买房子 付个首付 准备结婚的事情 李明顿时就生气了 你就知道要钱 我没有钱 因为李明的声音比较大 儿子的女朋友也听到了 就在李明左右为难的时候 儿子的女朋友站起来就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 你们一家人就是穷得掉渣 以后别来找我了 看到儿子和女朋友闹分手了 李明抽了自己一个耳光 回想这些年 李明一直努力赚钱 但是每年都是入不敷出 李明和妻子常常去旅游 连口子也喜欢打牌 书钱也是常试 家里的房子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房子 只有六十多平 花了七万多买的 除此之外 李明就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鲁迅先生说 自由固不是钱所买到的 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为了追求自由 为了享受生活 把钱都花光了 表面上是吃光用光身体健康 其实是后果不开设想 如果一个五十岁的人还负债累累 那就更加不得了 赚钱没有精力 但是一家人的开支却越来越大 红年马月才能翻身 想起来都发愁 五十岁的人身无分文 就根本没有自由 家庭也不能幸福 而是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 为了生活下去 只能忍气吞声 三 人过五十必须提前准备养老钱 老话说 养老还得靠儿女 事实上养老还得靠自己 一个人 如果自己没有钱 老了 就伸手向儿女要钱 才会发现 自己伸出去的手 好可怜 就像乞丐一样 也难以要到钱 人过五十 一晃就六十岁了 如果还不准备养老的钱 要是六十岁了 还是身无分文 那么以后就得过苦日子了 没有退休金 也没有存款 病了也只能等 靠 要 挺天由命吧 懂得存钱的人 从中年开始就存钱 等五十岁之后 存款有了 房子 车子也有了 养老金也交够了 就是有病痛 也能够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俗话说 久病床前 无孝子 要是以后自己走不动了 靠儿女来照顾自己 也不一定靠谱 如果自己有钱 请保姆或者住养老院 也不至于活得太难堪了 做人啊 如果自己有很多的存款 越老越值钱 儿女也会孝顺你 因为儿女孝顺你 就是陪伴你就可以了 不要另外花钱 他们的经济压力不是很大 赚钱要趁早 存钱也要趁早 年轻的时候 透支未来的钱 但一定要谨慎 人到中年学会存钱 晚年才会更加幸福 有依靠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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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